哈囉大家好我是Bone 歡迎大家來到GU夏季購物開箱時間 這一箱已經在我的手上 然後其實是昨天收到有幾件單品 真的是很值得買 然後今天也會做一個不同的搭配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假如說對我的GU夏季購物開箱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第一件先來從我身上這件針織背心 開始來跟大家分享 這件針織背心我覺得很可愛 它是彩像這樣撞色的設計 我們來看一下 這款鏤空的設計它有做比較大 所以我建議你們可以在裡面穿就是小可愛 然後你們不覺得它這三個顏色放在一起 是莫名的和諧嗎 下半身就搭配白色的牛仔褲 像上半身比較多顏色的話 你就可以從上面挑選一個顏色來搭配你的下半身 再配上一個亮橘色的包包 整個看起來就會非常的夏天 然後是很清爽那樣子的感覺 這件針織的材質我覺得它比較偏硬 比較偏粗一點 假如說你是敏感肌的話 你穿這件可能會有一點點癢 像我現在穿起來我就覺得這個地方有一點點癢 那其他地方是還可以啦 但是呢它穿起來真的非常可愛 然後呢它有三個顏色 它有個比較亮的綠色 也有比較基本的米性色 然後加上我身上這件深藍色 這三個顏色呢基本上都很好看 但假如說你害怕材質會紮肌膚的話呢 今天你們還是到實體店面去摸一下 除了像我這樣子單穿以外呢 你也可以在裡面搭配襯衫 在後面的部分呢會再跟大家示範 但總體來說我覺得這件是還OK 還蠻可愛的 下一件呢我們一樣是來分享一個 針織的單品 但這件呢是一件針織裙 我跟大家說夏天呢去海邊穿比基尼 一定要針織裙 這件呢就是完完全全派上用場 而且它的材質很軟很舒服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件呢前方是做像這樣子 V0的設計 但是它不會做到太V 我覺得它這樣子的高度是很剛好的 它的樓空呢有做比較大啊 比較細比較密的設計 身體看起來就會還蠻有層次感的 這件針織洋裝呢 我今天就示範單穿搭配色褲 那其實因為上半身的顏色是米色 所以你下半身搭配什麼顏色都可以 我今天下半身呢搭配是一件紫色的藏褲 然後再配上JW配紫色的包包 糖果色系的感覺 像這樣子簡單的兩個顏色呢 就可以完成就是充滿夏日氛圍的穿搭 這件針織洋裝呢除了像我剛剛那樣子 直接單穿以外 你也可以在裡面搭配背心就是各種顏色的背心 又或者是說T恤啊 透膚上又或者是透膚襯衫都可以 它就是可以拿來當做一個增加層次感的單品 這件呢我非常的喜歡它 但是呢我覺得它有做的比較小一點點 假如說你要把它拿來做一個疊穿的單品的話 我建議你們可以買大一個尺寸 像是我這件是買S號 我就覺得有比較合一點點 買M號的話呢應該會更適合這樣 這件呢我非常的推薦夏季必備的針織洋裝 這件讚讚 下一件呢我們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居物官網上面看到特價的單品 就是這件短T 這件短T它只要290耶 就是特價290 然後我跟大家說它的材質非常的好 它不是那種很軟很薄的棉 它是有厚度有挺度的棉喔 直接穿上去給大家看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版型呢是做比較合身一點的版型 上面呢就有這個字母的塗鴉 像這種短T還是夏天必備 你下半身要搭配牛仔褲短褲都可以 這件呢我覺得非常值得可以買 然後它除了白色黑色以外呢 這一款呢它有出一個很可愛的復古橘色 有興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復古橘色呢我覺得非常好看 然後它只要290材質呢真的又非常不錯 你們看 你們應該看得出它是有厚度的挺綿對不對 它不是那種單薄的東西 這個呢我覺得很不錯 短T的朋友呢這件事可以考慮一下 我很推薦 接下來呢就順勢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剛剛搭配的這個下半身是這件棉褲 然後這件棉褲呢其實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 而且它有超多顏色 它裡面呢是做像這樣子的毛巾布 然後外面是棉的 我覺得穿起來很舒服 前面呢有做兩個口袋 後面還有一個口袋 我穿起來的話會比較偏鬆一點 就是整體是比較寬鬆的版型 然後長度的話就是在膝蓋上方 假如說你想要穿起來比較俏皮一點的話 你可以像我剛剛一樣就是把它捲起來 看起來會比較可愛 假如說你想要更休閒更男孩感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下來 我覺得都還蠻好看的 這件呢只要390 是不是聽到價錢都覺得很該買有沒有 這件我覺得很可愛 強烈推薦給老公的一塊 下一個呢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重磅的單品 就是魚尾裙 我終於跟上流行踏入魚尾裙的世界 因為今年日本真的很流行魚尾裙 各大日本品牌都有出現魚尾裙的身影 然後我終於就是買了一下這件米杏色的魚尾裙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件的布料整體是做有點微彈性 然後比較軟一點的布料 所以穿上去其實還蠻飄移的 那這件整體的版型我覺得沒有到非常修飾 菱形身材 因為它上半身是做比較包比較古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穿起來沒有到很修飾 但是整體穿起來我覺得是好看 然後是舒服的 不會有那種太緊或是太悶熱的感覺 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三個搭配 然後都是會比較隱藏修飾一下我的屁股的搭配 首先第一套搭配呢 我是直接配上Oversize的大氣血 中和調就是下半身比較成熟的魚尾裙 像這樣子搭配再配上就是棒球帽啊 我就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像這樣搭配就是很街頭很青春 也很適合大學生 假如你想嘗試魚尾裙 但是又怕看起來太過成熟的話 還蠻建議大家可以嘗試這樣子的搭配 第二套呢我就直接配上剛剛的短題 其實單穿也還蠻可愛的 但是我想要修飾我的屁股 所以我就配上了剛剛的果綠色襯衫外套 像這樣子搭配起來呢 整體顏色會看起來比剛剛還要再明亮許多 剛剛那一套呢比較街頭風 這套就比較青春風 就整個顏色看起來就會非常的亮眼 第三套呢我就配上就是花紋襯衫的部分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嘗試花紋襯衫 但會有點怕怕的 然後呢我就嘗試做了一個最簡單的搭配 就是裡面是Bratat 外面呢就是套的像這樣的襯衫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跟前面兩套的風格又完全不一樣 這一套呢好像又多了一點古著復古的感覺 剛剛呢我搭配了三種不一樣的風格 然後你們可以看喔 其實像剛剛那樣子的搭配 屁股完全都不會看起來很大 可是又保留了 魚尾裙下面非常經典那樣子 波浪的感覺 所以講說你跟我一樣 害怕屁股看起來很大的話 你可以嘗試像我剛剛那樣子的搭配 我自己都還蠻喜歡的 那總體來說呢我覺得這件魚尾裙 嗯...我有一點一言難跡 就其實我還蠻喜歡它的下板 但就是上半身這個地方 我覺得它的版型沒有做的特別的好 但是總體來講我覺得還可以還行啦 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你就可以靠穿搭 跟搭配來修飾一下這個地方 然後它有其他顏色 它有比較深的顏色 我覺得比較深的那款穿起來 應該會比這個淺色還要再來的修飾 像樣子要跟大家分享呢 這一件就是花紋襯衫 我跟大家說日本真的也很流行 像這樣子的花紋襯衫 各種花紋 然後選的是一個咖啡色配白色的 這一件呢它是有做涼感的布料設計 我跟大家說它真的有涼 你一放上去馬上就有降溫 然後冰冰涼涼的感覺 超級舒服 材質又是很軟很薄那樣子的感覺 哦這件真的超冰的 夏天穿它有夠讚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件的設計 領子的部分呢 是做像這樣雙領的設計 扣子是有一點貝殼光的扣子 這件的圖騰呢 我覺得做的還蠻復古 然後不會老氣 反而是有點神秘感那樣子的設計 這件其實它也是男生的單品 我真的好喜歡買男生的上半身 回來做搭配 然後呢它是五分袖的設計 這件我覺得穿上去之後 版型不會到太大 反而是還蠻剛好的 這件材質是非常舒服 然後圖騰又很好看 但你們覺得我可以駕馭這件上衣嗎 因為我剛剛越看越覺得 我好像沒有辦法撐起這一個風格 你們覺得呢 可以留言跟我說 不然我真的覺得很好看又超級的冰涼 一樣等我老公回來試穿看看 下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件 連身洋裝 這件連身洋裝也是最近他們官網 夏季主打的單品 他這件呢 是做像這樣子 無領的設計 然後袖子短短的 整體是棉毛會有點微透式的感覺 這件材質呢 非常的涼非常的舒服 後面呢有附一個袋子 你可以打造腰身 那這個袋子呢 看你要綁在前面綁在側邊 或是綁在後面都可以 這一件呢也可以做非常多不同的搭配 我今天一樣就是搭配了三種 今天好像真的搭配了蠻多 搭配了三種穿 大家來給大家參考 第一套呢 我就是把它當成是上衣穿 當成上衣穿的話呢 下半身隨便搭都可以 你要搭配花花的裙 又或是搭配色褲啊 或是搭配牛仔褲都可以 因為它上半身是白色 所以下半身真的非常的好搭 然後我建議大家扣子的部分呢 就扣上面就好 下面呢就讓它自然飄移 綁帶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綁在側邊做一個腰身 有沒有就覺得整體很飄移 而且今天穿在身上非常的涼 很適合夏天 第二套呢 我就直接把它當成是外套 然後裡面是直接穿bra top 下半身呢 是搭配雪紡的暈染裙 這樣子的搭配啊 其實下半身 你要選什麼樣的單品都行 但是我今天想要整體看起來 比較飄飄然飄移一點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雪紡彩質的裙子 像這樣子的穿法 你後面的綁帶 其實要綁不綁都可以 不綁的話 整體看起來會比較慵懶一點 第三套呢 來跟大家分享 我從GU官網上面學到的多層次穿法 就是把剛剛的針織背心呢 套在這件洋裝上面 下面呢 再搭配同色系的褲子 比較偏向中性 帥性一點的穿搭 然後整體也會蠻有層次感 這件呢 真的是不管是要單穿 當外套穿 搭配洋裝穿 又或者是當成內搭穿都可以 這件呢 我覺得是一個很百搭的單品 讓我看一下它多少錢 它這件是790 我覺得很可以 在夏天呢這件絕對穿得住 因為它很薄 然後又還蠻透氣蠻舒服 它真的很透很薄 這件呢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很推薦給大家 當成是一個夏日的照衫 好的 那點上呢就是這次的GU夏季購物開箱 今天非常認真的分享了 不一樣的搭配給大家做參考 那下一期呢會是在秋季 秋季的話應該會是在 八九月的時候 會跟大家分享就是秋季的部分 大家記得訂閱頻道 然後才會有最新影片的通知哦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